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嘿大家好 今天為各位帶來一場噴火龍的教學局 那因為這個版本 他的普通攻擊傷害增加了10% 然後他的大招冷卻時間縮短了10%左右 也就是說噴火龍目前是全面性的加強嘛 因為他的大招等於傷害提高了 因為他的大招是吃普通攻擊傷害的嘛 那他拿來吃飯的兩個工具都變強了 就代表說噴火龍目前是一個 可以從下水到撈起來玩的角色啦 那吃有物的話我會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就是噴火龍他的攻速是固定最慢的 也就是說你帶任何加攻速的 吃有物對他的效果都是0 不會增加任何的攻速 就算你用了力量強化 把力量頭帶跟連打圍巾全部都觸發 但是他的攻速還是一樣慢 所以說建議各位不要帶攻速 那我這場帶的是啞鈴做點保險跟膠點鏡 那做點保險你也可以考慮換成輕蝕 但是我覺得啞鈴跟這個膠點鏡是必帶的啊 那如果你說你對自己疊啞鈴沒有自信的話 你也可以帶利爪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大致上就是這幾個可以用的 那能量增幅器的話 我會比較沒有那麼推薦 因為能量增幅器他只有增加 大招開啟後的4秒時間的傷害 但是噴火龍的大招持續時間是8秒 所以說你光是爆起來摔下來 那個時候你的大招 其實能增幅的效果並不多 而且都帶來那個東西會讓你的 普通狀態下的傷害都打不太出來 所以說我個人是不會考慮帶能量增幅器的 那這邊的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跟賈赫人蛙打造面的時候 他的等級是已經上到6等 也就是說等一下中間那個青鳥 他的等級是會比我高的 然後他一旦學到衝浪之後 如果我過去的話基本上就是找死了 除非我隊友全部都來 但是這種局還是不要指望隊友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說這邊的話我們就不回家 直接利用我們這個被動猛火 再半血以下會增加暴擊率 那我們過來刷我們的野怪 那刷完就可以再過去稍微看一下情況 那這邊的話 整蛙是被皮卡丘定住 然後被九尾打了一套就逃掉了 他如果硬殺九尾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可以把他收掉的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下路的隊友 感覺打出了一些優勢 所以說我們可以過來 趁點飯吃 這邊是收掉對手的這個 山賴朵 但是賈赫人蛙也過來收頭 那這個時候就沒辦法了 趕快退掉 因為我們這時候確實是打病人家 那賈赫人蛙拿了一個三連殺 但是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的話 守這個塔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邊一套傷害打下去 可以看到這賈赫人蛙也是快要被秒殺了 那這時候看到他的血量很長 還在躲在後面 蛤 一個噴射火焰直接帶走 這個是看不懂 那這個熊木耀的血量雖然說很殘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過去 如果說我們過去被他在草叢裡面陰了一套 然後吃到沙奈朵的預知未來我是會死的 所以說千萬不要犯這個險 直接趕快穩穩的升到九等再說 OK這邊的話就是三到九等之後 注意一個細節就是我們噴火龍的技能 施放順序 一定是先用大字暴炎再接噴射火焰 因為大字暴炎的冷卻時間 比噴射火焰還要多一秒 所以說你先用大字暴炎再接噴射火焰 可以確保你的這兩個技能是可以無縫的接軌的 相反如果說你先用噴射火焰再用大字暴炎的話 你就會形成一個技能的空窗棋 玩起來會比較不舒服一點 OK這邊是直接看到他的技能空掉 就開始速度強化過來追殺他 但是原本想投球看到熊木耀還是算了吧 因為這個捨木真的是打不動啊 而且隊友也都不在 那這時候就算了 可以看一下我們上路應該是可以守得住啦 因為感覺隊友的血量都還很健康 然後還有一隻熊木耀 我們隊裡面也有一隻熊木耀 所以說我並不是很擔心上塔會不會被推掉 所以說我就繼續歸待這個下塔 看對面的人是會不會過來投球 這邊也是走位然後躲一下熊木耀技能 然後這邊的話是因為對面噴火龍後放大招 所以說他的這個猛火也觸發 所以他說他的傷害是比我高的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先開大 所以說我們可以先下來吃果實 就是這邊把噴火龍收掉 然後用走位躲一下熊木耀的這個木角 這種兩個木槌但是問題不到 看到砂奈躲的時候趕快開始走位 然後他的技能空掉之後開加速繼續追他 火燒到時候他基本上已經是必死了 因為我們噴火龍打這種直線型指向性的角色 如果說你的走位好的話是可以躲掉他的技能的 那很可惜在這邊遇到假賀人蛙 野生的假賀人蛙直接被他砍死了 那噴火龍還是比較怕那種指定型的 尤其是你開大招的時候如果說對面射手很肥的話 你還是很容易死掉的 那我以前玩噴火龍都是帶力量強化嘛 但是後來我發現他的大招會吃到控場之後 我覺得帶速度強化反而比較好一點了 因為有時候開了大招然後被控場就很像 很像一個風箏啊在空中然後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所以我覺得帶速度強化比較好一點 OK這邊是收掉對面的噴火龍然後繼續過來收頭 但是隊友都已經收光光了好像也不太需要我啊 因為對面這個壓塔確實是有點莽撞了 因為我們的人都已經過來熟了 那這邊的話是上下的柱都同時升能 那我們選擇吃下路這個再回去上面守就好了 沒有必要硬是上去守 OK這邊的話配合我們隊友吃的速度還是OK 然後這個噴火龍過來看了一下抓走了我們的皮卡丘 啊不管他先把這個馬桶吃掉再說 那這邊的話是等到噴火龍大招快結束的時候再開大招起來 然後我們血量也半血了 這個時候觸發猛火的傷害非常的高 那不斷的燒這個傷害圖啊走位走位然後燒 然後熊木耀的話用這個牆壁他的木角是過不來的 那第一時間過不來這邊還是被鏟到了 然後沒有關係我們繼續用我們的技能把它燒掉 OK這邊是殺掉熊木耀 然後這個噴火龍的話我們利用噴火色火焰的加速拉打他 直接退掉然後讓我們的隊友去做一個收尾 這邊是打了一波漂亮的團戰啊 撈到了一些好處雖然說是沒有投到分數啦 感覺我們現在兩隊的分數其實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我們的等級是比較高的 所以說等一下打團應該是優勢在我們這邊的 那噴火龍如果說沒事的話就盡量把路上野怪刷一刷 因為他的刷野速度是很快的 再趕快過去支援隊友 那如果說是在刷自己家野區的時候 盡量是可以稍微拉一下 然後同時噴到兩隻再刷會比較快一點 可惜這場是沒有掩飾到這部分的畫面 OK這邊的話是不斷的找機會投球 但是看到熊木耀來直接放棄啊 趕快cover隊友趕快收掉這個熊木耀 這個時候再過來看一下對手野區有沒有什麼 殘羹剩飯可以吃一下的 看到有一隻太陽伊布在錄把它蒸發 都沒有buff可以吃啊 那我們就轉下路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打一波 因為對面的人都蠻多在上路的嘛 這邊看到假黑人蛙但是技能沒有噴到他 所以說飛波沒辦法上稍微拉一下 OK這邊的話我們看到對面的人趕快過來噴火龍 對這個太陽伊布開了大招 那這邊的話我們等他落地他就直接死掉了 然後繼續守護我們家的這個小九尾啊 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噴火龍在 因為我開大招的情況下傷害也是很高的啊 因為他的這個 普攻傷害增加了嘛 所以說打在脆皮身上是非常有感的 可以看到那假黑人蛙子直接就被我蒸發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對面人在吃 但是這個時間我覺得我們可以過來稍微干擾一下啊 只要不死就好了 那這邊的話他是沒有暈到我 我就可以繼續過來把它噴掉 然後走位躲傷害躲的大招在後面抖動一下 拖一下這個時間讓這個炎柱消失 這個時候可以考慮回家 但是我仔細想一想我現在身上是有被動的啊 我如果回家的話傷害就打不出來了 所以說這邊的話就不走了 直接繼續拉打這個熊木妖 然後假黑人蛙大招出來瞬間後退 然後大招把他摔起來收掉之後 看到對面人全部的人都露頭 這個時候就是噴火龍最強的時候 然後大招直接燒毀瞬間四連殺 OK這個時候可以直接過來吃烈空座 因為看起來對面不知道剩下一個誰啊 我打到有點忘記了 剛剛OK剩下一個太陽衣服 那這邊的話是靠運氣搶到了啊 其實這開得有點不是很好 如果他的尾刀準一點的話 我們是有可能會輸的 但是看起來還是我略勝一籌啊 所以說這邊的話我們是搶到烈空座 但是目前的情況好像也不是很樂觀啊 因為我的護盾已經很薄了 然後九尾應該是投不到球 那我們等於剛剛只投了100分 這邊可以刷一下野怪 然後等一分鐘看一下提示 啊完蛋了得分相近 這時候我考慮是從下路這邊繞過去啊 比較不會在中間遇到對面的人 但可惜我這場沒有帶侵蝕啊 所以說這個走路的速度有點慢啊 不知道來不來得及可以過去 這邊是看到了小地圖上的假黑人蛙 然後他把他的煙霧開掉了 但是不知道躲去哪裡啊 這邊的話對面有可能看到我的火 那這個的話是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投球了 只能拖一下對面台前在這邊走位啊 勾引走位勾引我們大招快好了 我在等大招你們在等什麼 這邊一個大招抓過去啊 但是抓到了魔法鏡上面 但是問題不大至少也躲掉了 遇之未來那這樣子的話 這波可以趕快退掉了 因為家裡感覺也要爆啦 趕快回去守塔 至於隊友能不能投到就看他們造化了啊 這邊跟我說這個熊喵灌了100分 不知道會不會輸啊 我們趕快過來守一下這個防禦塔啊 開啟大招 繼續燒對面的這個噴火龍啊 但是對面已經投降了 那這場噴火龍的教學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說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瑪我們下部影片見再見 謝謝